过去鞭炮声像不仅带动PM2.5数值狂飙 空气污染还会留下满地碎屑 如今台中市府推动环保里跑车 能模拟各种炮声 推到哪里用到哪里 而且又不用扫地这些 这自工可以省了一大票 游行的时候不会制造污染 那个也比较干净 也不必劳动说义工们去打扫 不仅环保还省下大笔经费 毕竟台中空污问题动摇选情 不过从环保署公布的空气品质数据来看 花东宜兰空气最好包办前三名 台中排第十名总短班反倒高雄是吊车尾 让不少网友质疑台中空污可能是选战假议题 改善空污是全民运动 而不要变成选举的口水 强调不要再拿空污当选举口水 同时林佳荣也祭出多项政策 堵住破口 不再让空污成为左右选情的阴霾 欢迎新闻红士诚 徐国豪台中报道